Sawadika 姐姐今天要聊一下关于去泰国做手术的故事 希望可以帮助到即将去泰国做手术的小伙伴 去泰国做手术呢 是做什么手术呢 姐姐呢是去泰国做修复手术 因为姐姐第一次做手术呢是未曾年的时候在国内做的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不是特别成熟 所以没有做好 所以姐姐呢成年了之后就去泰国做修复手术 那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姐姐就来和你们好好地讲一下 去泰国做手术之前呢 你先提前和医生email联系一下 而不仅可以咨询一下手术的问题 手术的费用 还可以和医生约约一下手术的时间 然后姐姐呢是查了很多医生的 然后选择了就是好几个有名的医生 一个一个的哀着咨询了一下 去泰国做手术之前呢 姐姐不建议你把手术费带在身上 如果你要是带着去泰国做手术的话 会不安全呢 你有可能会在机场被检查 你有可能 就是在泰国的时候 遇到就是一些抢劫事件 都是有可能的 姐姐建议你就是把那个钱 就是放到银行卡里边 这样子会更安全一些 然后呢 你的那张银行卡呢 也可以是借记卡的 你必须得咨询一下 你的那个当地的银行 问一下 就是你的那张借记卡 它可不可以在泰国刷Post期 还有提线 有很多张借记卡都是不可以 在泰国使用的 所以你必须得咨询一下 你的那个银行 看一下可不可以用 姐姐去泰国呢 并没有带很多的衣服去 因为姐姐知道 做完手术呢 是非常虚弱的 不能拿很重的东西 所以姐姐只是带了一个包 然后里面放了 依靠睡衣 就没有放什么东西了 所以姐姐建议 就是小伙伴去泰国做手术 不用带太多的东西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呢 你的体质很虚弱 是不可以拿很重的东西的 带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呢 姐姐是自己去泰国的吗 对 姐姐是自己去的 姐姐第一次做手术 是未成年在国内做的 那个时候是有亲戚陪孔的 有亲戚照顾的 然后第二次呢 做修复手术 是去泰国做的 没有带亲戚去 姐姐是自己去的 后来姐姐发现啊 你自己去泰国做手术 会相当的辛苦 因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没有人照顾 全程都要自理的 就是整个过程 都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建议小伙伴 去泰国做手术 最好是带一个亲戚去 这样子的话 他是可以照顾你的 建议小伙伴 先提前在旅行社 办一个泰国的旅游签证 省去了就是很多麻烦 如果你是去泰国落地签的话 你要排队排很久的 所以建议啊 还是先把旅行签证 先办下来 然后呢 你去那个泰国 过境呢 也是速度很快的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姐姐去泰国了之后 是没有联系泰国的 那个医院司机的 因为姐姐就是 比较怕麻烦 就是怕就是跟那个 司机沟空不良 因为那个司机 只懂英语还有泰语 姐姐的泰语英语都不好 所以就没有联系那个司机 姐姐是自己打滴去酒店的 小合伴记得提前下载 Google翻译器 或者你有其他的翻译器 也是可以用的 因为全过程都是需要 翻译器帮忙的 包括姐姐打滴去那个酒店 跟那个司机沟空 也是用翻译器的 然后那个司机送姐姐 到那个酒店了之后 姐姐呢就联系那个医生了 说姐姐已经到达了 然后那个医生就会安排一个翻译 过来接姐姐去医院 去做一些咨询方面的事情 然后姐姐就跟那个翻译 就是一起去医院 就是咨询一下手术的问题 然后预约一下 就是什么时候做手术 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 你第一次去泰国做手术呢 是需要在泰国 再进行一轮心理鉴定的 你必须得获得那个 心理鉴定的证明 才可以做手术的 姐姐去泰国的时候呢 已经是女性护照了 所以就不需要 再做心理鉴定了 而且姐姐做的是修复手术 不是什么变性手术 所以姐姐呢 是不需要心理鉴定的 姐姐跟那个医生沟空的 那个过程呢 都是用翻译器交流的 那个旁边的翻译工作人员 他基本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然后姐姐基本都是用 那个翻译器跟那个医生沟空 然后我们预约了手术时间 姐姐就回酒店了 回酒店了之后 姐姐肚子饿的话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姐姐是不懂看语的 然后就不敢去餐厅里面去吃饭 然后呢也不懂点外卖 姐姐呢是到外边去转了一圈 然后发现 泰国有很多的便利店 就是那些便利店呢 都是24小时营业的 有很多吃的 你可以进去买你想吃的东西 然后你买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用翻译器 跟那个收银员沟空的 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吃的 你都可以放心 就是泰国到哪里都是有很多的 就是这种便利店的 然后姐姐在泰国 每次肚子饿呢 都会去这些便利店里面去买吃的 然后那个路边看呢 也是有很多的小吃的 也不用担心 泰鱼沟空的问题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计算器 然后就把那个价格打在上边了 你就是看你的那个计算器 然后给他付泰铢就行了 然后那些路边看的店主 大家都都很热情的 姐姐在酒店住了一天 然后就去医院做手术了 而做手术之前 你就是必须得把那个手术费 先给医生支付了 然后你支付完手术费了之后 你就会穿上医院的病服 然后前一天呢 是不能吃东西的 必须得空腹 过程是很难受的 你只可以喝水 然后你还要打点滴 点滴呢 都是提前打的 然后这个点滴啊 是不会拔下来的 会一直打到你出院为止 全过程都得打点滴 然后就是一到晚上呢 他会给你做灌肠 灌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你灌完肠了之后呢 你是身体很虚弱的 因为你身体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休息好了之后 天亮了你就要做手术了 做完手术了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下面呢 就跟打石膏了一样 就是包裹了很多的纱布 然后你还会擦着倒尿管 也就是说你的手上呢 是擦的点滴 然后你的下面呢 是擦的倒尿管 整个过程呢 都是非常难受的 然后你还是不能行动的 你不能活动 你只能就是一直 扛在床上 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等麻药过了之后呢 你就是必须得吃止痛药了 天天都要吃止痛药的 然后你会觉得很难受 很口晕 很疼痛 然后你在医院 是不可以住很久的 你住完几天了之后 你就要 就是搬到其他的酒店去住了 你搬到其他的酒店呢 那个倒尿管 还是一直擦着的 它不会拔下来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得擦着倒尿管 就是搬到酒店去住 所以姐姐建议啊 你就是带一靠 就是比较长的裙子过去 这样子开始可以 遮住那个倒尿管 还有那个尿袋的 然后呢 姐姐就 就是搬到其他的酒店去住了 你搬到其他的酒店呢 你全过程都是自理的 你必须得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姐姐经常呢 就是痛到睡不着 就是吃了止痛药了之后 开始吃管两个小时的 两个小时过后又痛了 姐姐经常就是在睡眠中被痛醒 几乎睡不着 因为她两个小时又开始痛了 所以啊 我得必须得时刻吃那个止痛药 所以记得就是搬到酒店之前 必须得向医院多要些止痛药 就是免得你在那个酒店啊 你自己痛都没有人会知道的 所以记得要多要些止痛药 在医院里会有护士照顾你 然后你搬到其他的酒店了之后 你全程都是自理的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你还擦着的倒尿管 行动上是非常不方便的 姐姐经常就是在晚上饿醒 然后自己去那个便利店里面去买东西 而姐姐 而就是去便利店的时候 就是擦着倒尿管去的 而就是你想想吧 就是整个过程有多痛苦 有多辛苦 而姐姐每次 就是去那便利店 都是买一堆吃的东西 可以吃好几天的 姐姐都不敢就是每天都 就是每天都去买 你每天都去买的话 你更辛苦 所以姐姐每次都是买一堆 就是可以吃好几天的 就是那个每隔几天呢 那个医生的司机都会过来接你 去医院去复查一下 然后医生呢也会帮你扩张一下 然后有时候是医生帮你扩张 有时候是护士帮你扩张 然后他们会检查一下你的伤口 然后给他做一个清洗 清洁 然后那个医生的司机 就会再接你回酒店 整个过程呢都是来来回回的 然后就是直到你把 把那个倒尿管给拔掉了之后呢 就是你的身体才会轻松一些 然后当你就是在那个开国住了一个月了之后 差不多身体那也是恢复了很多了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然后姐姐建议你就是在开国住一个月 如果你住的时间太少的话就是担心你的体质太虚弱 就是坐飞机的话可能会有点问题 姐姐就是在开国就是待了一个月了之后呢就回国了 就是去开国之前就已经是个女性了 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聊 就是开国的那个医院证明改正见的事情 这个姐姐就不知道了 因为姐姐在开国也没有拿什么医院的证明 因为姐姐本来就是个女性了 就不需要就是什么手术证明 手术证明对姐姐来说也没有什么用 也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姐姐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就是关于开国的故事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到一些即将去泰国做手术的小伙伴